醫管局說病人做手術期間 醫護人員都有穿到保護裝備 至於同一個病格裡 十個病人其中五個已經出院 全部都要做檢測 食肆群組另外新增旺角圍景酒店的海港酒家 有六個人確診 酒樓要大清洗 是在不同的日子 我們擔心這個地方可能有機會 有環境污染 或者工作人員有機會隱形病患 私家醫生亦中招 是在天后善心醫務所做事的醫生陳繼明 診所貼了通告拉閘 他上星期二幫過一個病人看症 病人之後確診 醫生在星期六發病 潛伏期內去過北角嘉儀護腦中心 幫兩個老人家看症 早前的感染群組繼續擴大 包括新蒲江的冰芬球會 再多一個人染病 屯門難科中心 早前有三個女民員染病 現在再多一個人確診 至於27宗源頭不明的個案 有人在彩雲大快活工作 一個人去過尖叉咀酒吧 也有人在深水堡麻雀館工作 有線烈士記者王浩然報導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接受專訪的時候說 大家只要做好手的衛生 戴口罩就可以過到這次難關 不過如果市民不合作 確診方案幾何級數上升 醫療系統無法承受 最差的情況是 全港市民留在家 可能市民真的要留在家 可能市民真的要留在家 就是在家裡一段時間 除了出去買這個買菜 買超級市場買東西之外 就要真的留在家 經歷半年抗疫 袁國勇明白市民都很累了 但希望大家堅持 因為很多市民以為過六個月後 就沒有問題了 他原本他那個所謂驚恐的因素 他已經很久沒有社交活動 現在有一個反彈 或者叫報復性的反彈 這些和他們那個既然政府 都已經可以減輕藏儀措施 他們覺得不太重要 袁國勇說了幾個月 提升檢測量去到7500個 最近做到 但時機已經錯過 其實就是如果你一早已經做到 7500或以上 將所有的輕微病徵病狀病人 都測試了 根本今次的大爆發作不會發生 但很多市民不明白這件事 我解清楚這件事 所有事情都是你一開始做得很足 於是你感染的數目很低的時候 你已經抓到它的話 那大爆發是不會發生的 去到這一步 他說唯一是靠市民 我們不需要悲觀的 你要口罩 我覺得香港市民 普遍來說公民意識都是強 能在上一次都可以打得贏 今次我覺得都是有信心 應該是可以打得贏 最重要就是所有市民都配合 有效的疫苗最快要到下年才有 袁國勇說 雖然港大都有研發 但現在都是處於動物測試階段 全球都欠緊外國藥廠的疫苗 他有建議政府部署定定哪幾隻 讓市民有需要確診就能打倒 有線電視記者陳志榮報導 本港再多4個確診者危台 累計有23個危台病人 據了解近日部分醫院 要將深切治療部確診患者 轉去其他醫院 醫管局承認隔離病床緊張 一兩星期內可能不夠用 已經準備好人手 啟用鋁圓門度假磚做社區隔離設施 班約昇報導 伊麗莎白醫院中五將一個 深切治療部的確診患者 轉送其他醫院 據了解 因為這裡的深切治療部 十張負壓病床近日一度用剩一張 這兩天都有將相對穩定的病人轉軟 以騰空病床作緊急需要 有內科醫生說 如果再天天100宗個案 幾天內公立醫院都會受不了 內科病房首當其衝 甚至乎超過100% 還要在這個禮拜 留一些內科病床 變身去隔離病床 長者都是需要比較長的醫院的歲月 不少的人其實是沒有什麼病徵 他那個年紀入 很輕 沒有太多的醫療需要 我希望拿回那些位置 可以用來給那些病人在我那裡做隔離 醫管局都說擔心確診上升趨勢 床位不夠的時候 病人要轉送到其他聯網 隔離病床和心志事物的病床 那個需求都會增加 因為我們都看到 比較多一些嚴重 或者危殽的病人 都會擔心可能一 兩個星期內 我們都有機會病床緊張不夠用 如果那個床位也是緊絕的時候 而其他聯網也都有病床空出 那我們都會調動一下 醫管局說 里原门度假村已经准备好做社区隔离设施 如果拿到场地72个钟内可以启用 有线电视记者潘耀星不得 本港失业率突破6% 升至超过15年的高位 政府说本地疫情再次急升 经济前景仍然面对巨大不确定性 5泊号报道 本港失业率攀升至15年高位 4至6月失业率由5.9%升至6.2% 年升9个月但略低过预期 失业人数达到24万人增加1万人 就业不足率升至17年高位 但总劳动人口只跌回升 轻微增长0.3个百分点 总载区仍然是消费以及旅游行业 失业率未升至10.7% 是03年沙士之后升高 不过餐饮业失业率就下跌0.1个百分点 跌至14.7% 政府表示虽然劳工市场面对的压力 在上季尾有舒缓迹象 不过近日本地疫情再次急升 经济前景仍然面对巨大不确定性 有学者就相信疫情恶化会推高失业率 政府或且要再出招撑经济 7月应该加快了 7月可能是6.6% 到月底经济都会减 很多人不敢出街 饮食那边都是做得差的 你脏口就吃东西 我想到年底饮食都是淡的 现在看的情况都是经济又再次慢下来 7月就仍然是弱的 你其实都要想想出一些新超 你赚经济 政府就说已经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输困措施 包括一系列补就业以及创职位的措施 会继续密切留意相关情况 有线电视记者五柏号报道 教育局宣布国际学校和幼稚园 将不会早过8月17日开学 本地学校也不排除要分阶段开学 而跨境学生方面 暂定只有中4至中6生 可以在新学年内港上学 有苏晓恩报道 国际学校和幼稚园通常都会在8月上旬开学 教育局宣布 他们今年不会早于8月17日开学 我们绝对也不可能让学生在疫情高峰的时间 冒着健康的风险去开学 教育局会密切留意疫情的发展 听取卫生专家的意见 刚提早放暑假的本地中小学 又是否要延迟开学呢 如果你8月17日都可以 学校都可以说新的学年可以开始 自然9月头的 除非疫情又有很大的转变 否则你9月就自然可以都去做 是否分阶段 是否分研级 是否还回到半天 还是否可以回到全天 这些都是在未来这段时间 我们会从学界去详细去讨论 跨境学生一直都没有全面复课 教育局说新学年 暂定只有中4至中6的学生可以开学 中3以下的学生要继续网上学习 跨境学生的小五成分史都可能受到影响 9月开学的时候 似乎要所有跨境学生都回来的机会 真的非常困难 因为其实小五成分史 是学校可以透过很多方法 去给一个评估我们都可以的 他又说如果学校需要 在本月28日之后有限度補课 由于不是全部学生都回学校 教育局暂时不会阻止 有线电视记者苏晓恩报道 文庞市后日放榜 政府要求学校尽量转为网上派发成绩单 有学校随即变证 学生辅导都转为网上形式 苏晓恩讲下 荃湾这家学校原本预备好传统放榜 学生回来学校在班房领取成绩表 放榜前四天 政府要求改为网上派发成绩表 学校要立即变证 找老师咨询他们的出路 去向很多问题解答 我们都谈了就要转用网上的形式 班主任就开一个Zoom的virtual classroom 放榜当日早上6点45分 校长会收到密码 登入考评局的系统 下载所有学生的成绩表 再转为一个个加密的PDF档案 以电邮发送给学生就可以 以往学校都会开放礼堂 给家长在等 陪同子女一起放榜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取消了 文贫市放榜一生仁一切 考生对于网上放榜 想法都有不同 业程度比较厉害 不太想回去 终于我学校刺云山 重灾区来的 觉得可以在家 直接看到成绩这件事很好 我会想回学校的 因为始终感觉是不同的 之前DSC有延期 然后自助手又删除了 放榜的时刻都要消失了 是有点失落的 教育局就说网上放榜 不是硬性规定 如果有些情况 真的觉得学校有一个判断 觉得部分的学生 或者大部分的学生 是需要回学校 让他们容易一些去做一个辅导 我们也是容许的 所以在安排上 只是希望学校尽量去做到分批 和分时短 教育局相信学校最清楚 什么是最适合的安排 有线电视记者苏晓恩报导 现在先休息一会 回来会报导 消息说强制新内戴口罩 最快今天星期实施 谭妖宗说政府要想想立法会选举 是否要押后 民主派就想知道 政府的应变安排 阿联游首播《火星探7》 预计明年去到火星 一首掌握有线新闻 回到新闻时间 再看一些疫情消息 消息指强制要求所有人 在新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最快在今天星期实施 星期三将会召开 特别行政会议商讨 柳浩婷报导 近日有街市都出现确诊个案 在九龙城街市 这个伯伯坐下头一头 没有戴口罩 有当反的口罩戴在下巴 还不止一个 我正在做事 哪有可能戴口罩戴 也觉得辛苦一点 不如你问一下 你会不会戴口罩戴口罩 雜货店的姐姐都没戴 见到镜头就戴上 刚刚我刚刚在这里 口罩罵出来 所以也不方便戴着 你有这么严重的疫情 一定要遵守别人的规则 别人教你你又不做 那做来做什么 当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罵人罵到死了 但也有当主做到足 我多大都要戴着口罩 你一定要干净 站住你 他们很有信心 来知道你干净 一定来买的 街市天花板的风扇 开到最大 站在室内都不算过 有些当饭 就加上一把风扇仔 加强一些通风 也有店铺想定 特别的招呼办法 譬如他真的不戴的 我们可能都会跟他说 或者这样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你要什么我拿给你 接下来在公众地方 戴还是不戴 没得选 特首林郑月娥说 正是考虑强制市民 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 都要戴口罩 行政会议 星期三 三中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消息说最快 这个星期内生效 据了解 政府所指的室内公共场所 是所有市民 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共地方 包括商场、商铺等等 实施的方式 倾向扩大现有在公共交通工具 必须戴口罩的599i张口罩令 上星期三起 所有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 都要佩戴口罩 为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元 由线电视记者刘浩亭报道 政府罕宪延续续社交距离措施 直到下星期二 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 今天星期三 零时零分起 延续七天 食肆的顾客数目 不可以超过座位数目的一半 也不可以多过四个人一台 晚六朝五禁止堂食 十月里厨所包括 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 器院、美容院和按摩院等停业 四人限聚令和公共交通工具上 强制戴口罩措施 也会延续至下星期二 还有个多月就举行立法会选举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疫情严峻 政府要考虑是否应该押后选举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中 就促整政府交代应变安排 谢卿义报道 限聚令之下 参选人没有得大型造势 要四个四个建计者 人大常委谭耀宗有份站台 他说政府不应该排除 押后选举的可能性 我觉得一定要考虑 因为你又一定要有一些余案的 你现在还有五十日时间 你怎样可以保证这五十日 你能够搞得行呢 选完之后换解人车后 又有另外一个大爆发 那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怎么顶呢 这么多政治人物 他要求政府去押后立法会选举 是疫情严峻 还是他们的选情严峻呢 我想这个作为香港人 都见得很清楚了 投票当日的安排 甚至是点票中心的安排 那究竟政府可以作一些什么安排 所谓的Plan B安排 我希望尽快交代 根据立法会条例 如果行政长官认为选举 可能会受危害公众健康的事故影响 可以押后最多14日 即是不迟过9月20日举行 到时限聚令放宽了没有 原本做中央点票站的阿博 是不是还在做隔离设施 还是未知之数 各区都陆续有人报名参选 民建联陈恒斌 同工联会麦美娟 竟逐连任新界势 同区报名的 还有热血公民郑松泰 在九龙东 黄之锋也都报名 名单只得他一个 他不会签确认输 民建联副秘书长黎荣浩 同工联会邓家彪都选这一区 在港岛区 抗争派袁家卫同梁访为参选 公民党的郑达同 同民主党许智峰稍后都会报名 同区还有工联会的郭伟强 民建联张国军 热血公民庄子恩 同香港初心的邓伟俊 功能组别方面 公民党的郭榮鏗竞逐连任法律界 他会签确认输 有线电视记者 借轻而报道 警方海粉林平齐一个货倉 一些重型机器零件里面 首都市值4千多万元华尔冰毒 一男一女涉嫌贩毒被捕 郑海文报道 首都的怀疑冰毒有67.3公斤 藏在液压织筒和钢铁齿轮里面 这些零件都是用在起重机 警方收到善报 有人利用重型机器 由墨西哥偷运毒品来说 星期六在平邪一个货倉 发现一男一女 正是切割大型液压织筒和钢铁齿轮 警方打开液压织筒又用水压 刷拳铁齿轮 发现这批怀疑冰毒 现在仍然有多个齿轮未切割 相信会找到更多毒品 收藏真是很精密的 它放在一个钢铁齿轮里面的隔层 中间那些其他地方 全部都是一些实心的铁或钢 我相信这是他们其中一个手法 去逃避侦查 令到我们的执法工作更加困难 行动中拘捕一名41岁报称是售货员的男子 和一名25岁无业女子 控告他们犯毒罪 警方说自从疫情开始 各国实施人流管制之后 冰毒价格上升了两成 相信今次怀疑冰毒是在本地出售 警方今次手获的冰毒是压缩粉状 比起以往的症状较为少见 但相信毒犯会将他们加工变回成症状 而市值可能超于4300万 有线电视记者郑恢雲报道 屯门一个男人昨天被多人袭击之后 再被车撞死 警方拘捕四男一雷 现场消息说昨天凌晨凉点半 三名男人在屯门乡市汇路附近 被多人以身宿棍袭击 凶途坐私家车逃走的时候 撞到其中一个21岁男人 将他拖行几百米 直到屯门公楼 救护员到场证实他当场死磨 警方将案件列上谋杀及串谋商人案 其后在天水围发现涉案私家车 拘捕四男一女 年龄19至25岁 消息说案发前几个小时 天水围发生两宗的商人案 怀疑同案件有关 英国首相约翰逊确定 就港区国安法实施 改变同香港的人道安排 约翰逊表明 外商蓝通文将会在今晚宣布有关决定 以反映英方的忧虑 英方深切关注中方 侵犯港人和维吾尔人的人权 强调不希望在每个议题上 都被推倒一个下意识反华的位置 不会完全放弃和中国交流 但将会在部分议题上 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调整对话回应 英媒早前报道 蓝通文今晚会发声明 预料是公布英国政府 针对港区国安法实施的下一步行动 蓝通文稍后也会到国会亲身交代 而在北京外交部强烈谴责 英方涉港言论和举措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免对中英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再多个国家参与探测火星的任务 阿联有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 由日本的火箭搭在星空 预计明年进入火星轨道 围要火星飞行两年 全面探测火星气候 吴京烟报道 阿联由首个火星探测器《希望号》 由三菱重工的火箭搭在 星期一早上在日本总指导太空中心升空 两度推迟发射 这日升空顺利 《希望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预料飞行七个月 明年二月到火星 《希望号》将会围绕火星飞行一整个火星年 即是近687天 阿联由是继欧美前苏联和印度后 有力探测火星的国家 亦都是首个探测太空的阿拉伯国家 《希望号》任务之一 是要提供火星大气层 全面天气动态影像 要做到这一点 《希望号》到时将会打横地 围绕火星近尺度的轨道 观察火星全日不同时间的天气 会是首个走这条轨道的火星探测器 期间利用红外、紫外两部光浦仪 和相机收集火星气候数据 建立首个火星全面天气动态影像资料库 和全球200间学术机构分享 进一步了解原本温暖潮湿的火星 现在几乎没有了大气层 究竟跟天气有没有关系 从而协助科学家推演地球将来 亦都能够探测人类在火星居住的可能性 阿联游的长远目标 是以2017年在火星建立人类定居点 由成立太空总署到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 阿联游只用了6年时间 强调不会视美国为对手 更会和多国合作 希望和美国多根大学一起研制 即花了2亿美元 远少过美国类似火星探测器6亿多的成本 早前发射观察地球的两火卫星 就和南韩合作 由俄罗斯发射 阿联游期望透过航天科技 推动发展知识型经济 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希望号研发团队中 更加有3成4人系女性 包括身兼先进技术国务部长的 希望号项目负责人之一 阿米尼 先有萨陈阿方绿的报道 外贺信情仍然严峻 关费有地方要诈题 稍后找到内地记者 讲一下当地情况 英格兰捉总杯 曼联一比三输给山路线 门障敌击亚犯了低级床 大宝朝有小冬放盘 售价比香港豪宅 年轻缓装 Favor